凯数我们调用,调用完之后怎么样呢?是吧?我们定义是吧?定义完之后怎么样?是不是执行呢?在这里调用执行呢?是吧?啊,执行啊。好,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吧?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两个凯数为什么没有写window onload啊?没有写window onload是不是也可以怎么样?执行吧?也可以执行啊。 那么这个为什么可以不写window onload呢?这个凯数是怎么样?是我调用的时候它在执行吧?是吧?我调用的时候,这个两个DIV,这两个元素是不是都已经加载完了? 加载完之后,比如说我在点这个onclick fn牵击的时候怎么样?它是不是怎么?它是不是这个时候再去获取这个DIV啊? 这个时候这个DIV应该已经加载完了吧?所以说它可以获取到啊,所以就不用写window onload的,是吧? 就不用写window onload的啊,因为这个凯数是后面在执行的,后面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元素已经加载完了,所以说是没问题的啊,这样写没问题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凯数刚才的那个,为什么需不需要加window onload,是吧?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凯数的话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定义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执行,执行的时候怎么样?是放在这个标签里面的吧?是吧? 我这个执行语句是不是放在标签里面?是吧? 这个也相当于是一句什么?是不是相当于是一句GIS代码啊? 这个也是不是相当于一句GIS代码啊?是吧? 好,这个代码相当于是怎么样?还是混在标签里面的吧? 是不是还是混在标签里面?是吧? 还是混在标签里面,实际上这个也不好啊,这样肯定是不好的。 我们是希望,希望它怎么样呢?还是分开,最好是分开啊。 那么这个代码放在标签里面,万一什么呢? 万一什么,前当维护人员一不小心把这个括号给它去掉了, 是不是就没,是不是这个GIS是不是执行不了了? 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是吧? 一不小心把这个引号给去掉了,又出问题了啊,又出问题了。 而且这个代码和标签混在一起怎么样?还是觉得乱吗? 我们最好是把它分开啊,还是把它分开,不要这么写啊,不要这么调用啊。 最好是把它分开,全部分开最好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分开呢?啊? 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叫行间事件啊? 行间事件啊,行间事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提取行间事件啊。 把这个东西什么?提取出去啊,不要写在这里,还是写在代码里面啊。 统一的写在代码里面啊,这个叫提取行间事件啊。 如果说提取行间事件,我们怎么做呢?啊,怎么做呢?啊。 好,我可以把这个再寝存一下吧。 把它,save us一下,比如说06吧。 06的话,那么就是提取行间事件啊。 好,这个是提取啊,提取行间事件啊。 好,保存一下啊。 好,保存一下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是吧? 好,比如说这个函数我先不要了啊。 好,我就是要让这个函数什么? 让这个函数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改变这个DIV吧。 好,这个DIV的话怎么样呢? 我也不要了啊。 就是这个,这个什么事件我不要了。 我主要是想做什么呢? 就是点击这个按钮怎么样,就让它改变这个DIV,是吧? 这个DIV上的事件我就不要了啊。 好,那我现在要把这个,这一句什么,提上去吧,放到代码里面啊。 放到代码里面,这个叫提取行间事件啊。 如果把它放到代码里面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么写是吧? 那么我可以怎么样,先要获取这个,这个按钮啊,获取这个按钮啊,先获取这个按钮,然后把这个按钮的什么呢? onclick写到代码里面来啊。 好,我要先获取这个按钮吧。 先获取这个按钮,是不是怎么获取啊? 一样的吧,是吧? 先挖一个什么呢? oh什么呢? 什么btn,是吧? 表示它是按钮吧。 好,获取它,是吧? 获取它的话怎么样? 它是不是没有什么ID啊? 是吧? 好,我可以先给它一个ID啊。 好,ID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是等于这个btn,啊,btn01,啊,好,这样子的,啊。 好,那么获取完之后怎么样呢? 获取完之后,那么就是获取它吧,是吧? 是吧,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什么,document,是吧? document.getElementById吧,或许它什么呢? 这个是ID等什么,btn01吧,啊,获取的,啊。 好,那么这么写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吧,好,它从下往下执行,执行到这里怎么样? 是不是获取不到啊? 获取不到啊,获取不到啊。 获取吧,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啊,这个时候我怎么样? 还得叫WindowOnload吧,WindowOnload啊,要不然的话不行啊。 好,那么来一个Window啊,Window,然后是Onload啊,Onload等于一个Function啊,这个时候要包起来,是吧? Function啊,好,把它的话整体的包起来啊,包到这下面来啊,可以包到下面来啊,把他们整体放进去都可以啊。 好,把这两个放进去啊,好,接下来的话要干嘛呢?是吧?要干嘛啊? 好,然后的话,这个按钮是不是获取到了啊? 按钮获取到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代码是什么呢? 页面加载完之后再执行的啊。 好,首先页面加载完,然后它就获取这个按钮啊。 获取这个按钮,这个按钮要干嘛呢? 这个按钮要点击,点击的时候什么? 执行这个函数啊,执行这个函数啊。 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把它如何提取上去啊? 这个Onload是不是它的属性啊? 是属于它的事件属性啊? 我操作它的事件属性怎么操作啊? 是不是这么操作啊? OBTN是吧? OBTN,OBTN怎么样? Onload吧? 这是它的属性啊? 它的属性啊? 好,Onload。 这是不是要操作它的这个Onload属性啊? Onload属性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函数名称,是不是就可以了? 等于这个函数名称啊。 好,等于FNChange啊。 好,那么记得这个地方啊,有个问题啊。 有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地方记得,这个地方不能写小括号啊。 好,我们知道在这个页面上, 在这个代码里面直接写小括号是什么? 是执行吧,直接执行啊。 比如说我这里写个FNChange啊,写个小括号。 好,这个函数会直接执行的,明白没有? 它会直接执行的啊。 这则记得啊,我这个地方不能写小括号啊。 这个地方不能写小括号。 好,在行间调用的时候需要写小括号啊。 这是它的区别啊。 行间调用的时候需要写小括号啊。 好,这个地方不能写小括号啊。 好,不能写小括号啊。 这是一个注意点啊。 好。 呃,将什么呢? 事件,事件属性和一个,和和和一个什么? 一个函数关联啊,关联啊。 那么,函数不能写小括号啊,不能写小括号啊。 那么,写了,写了会什么呢? 会直接执行啊。 会马上执行啊,马上执行。 写了会马上执行,所以说不能写是吧。 如果我写小括号的话,它跑到这一句啊,先运行这一句,然后这一句的话,不管你点不点,它马上就执行了,明白没有。 这个时候是怎么办呢? 我是希望点击的时候再执行,是吧? 希望点击的时候再执行,而不是说马上执行,所以说需要这么写,直接写这个名称就行了,明白没有,啊,直接写名称啊。 好,直接写名称之后,那么怎么样呢? 啊,这个时候啊,再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一句是不是可以不要了,这句不要了啊。 好,不要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这个时候,来点这个DIV,是吧?点一下,是不是变了? 啊,变了啊,好,这个是关于这个的效果啊,看一下有没有报错,是吧?没有报错吧?没有报错啊,这个是,就是这个提取行间事件啊,提取行间事件,看一下啊,好,那么这个时候的什么?代码是不是全在什么?代码里面呢? 啊,GIS代码全在这个里面啊,好,这个里面只管什么呢?只管这里面的ID和什么,class吧,这些东西是吧? 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HTML里面的属性,没有GIS代码,也没有GIS代码吧,是吧?这就是分开了啊,分开写啊。 那么后面的话,怎么样?把这个代码放到外链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彻底分开了啊?好,这是关于什么呢?提取行间事件啊,提取行间事件。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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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